因為收生差一個人的憲主會普仁小學 申請特別時學不獲批 校友會昨天說將會申請轉私營過渡 但教育局就說那間學校不可以以私營方式開辦小一 黃大仙憲主會普仁小學下學年因為小一收生人數只有15人 距離16人的開班線要求差一個人不獲開辦小一 校方決定再申請開辦私立小一 至於所需的300萬保證金由校友會籌集 教育局昨晚回應說上星期一 跟那間學校的代表以及辦學團體會面的時候 清楚交代局方已經考慮學校就申請進行特別時學的結果 以及不獲批的相關理據 由於那間學校已經僅僅進行特別時學而不獲批 學校將不可以重申其他選項 即是不可以再參加小一入學統籌辦法 也不能申請以私營方式開辦小一 那麼對 好學會 好學會